在南台科技大學講了兩場演講 後面的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可以可以 沒關係小杜就繼續滑手機 那個剛講完兩場演講 第一場禮拜一講的時候其實我很緊張 因為我以為大概只有五六十個人而已 結果沒想到系主人跟我說 我們班有150個同學 蠻多的 然後在講之前呢 我就先去全家便利商店買了養品 還一個 我覺得講得很好奇啊 壯膽真的 因為人太多 所以也怕會誤人子弟啊 然後就是不怕講不好啊 大家都有包啊 那今天呢其實 主要呢 是要教各位就是 因為像上次我們有使用一個番茄湖 紅店面肚的番茄湖 那前面有準備五瓶 就是等一下如果說有問問題的 有講真答 答對的 或是有跟我互動的 就是送一瓶這個 我們店裡面特製的番茄湖 那不管回去 挑紅挑泥還是要 都很好用啊 看是要去炒意大利麵啊 或是要做一些燉肉啊 就是把你的基本材料做好之後 把這個番茄湖丟下去一攪 這樣子 那味道就會變得很豐富 好 今天呢 我要做的 我先教各位怎麼製作我們店面的番茄湖 好 那前面有幾種材料 有 就是什麼 對 對 可是我後面不方便看 站起來 我前走都沒有關係 好